书馆开书啊 咱们继续聊天 今天咱们开书之前呢 我先祝听书的好朋友 国庆中秋双节快乐 咱们家里的老人呢 都硬硬朗朗的 孩子呢 都乐乐呵呵的 也祝您呢 是事业有成 裁员广进 得了 这拜年话咱就说到这 咱们呀 继续说书 这上文书啊 咱们正说到啊 这静逆将军 雅尔哈善 率领着自己这七千杂牌军呢 攻打库车城 是九宫不下 刚开始啊 没想打 本来是想啊 劝降着城内的守军 谁想到啊 派书记宋文书的使臣呢 被人裸到了城中 这雅尔哈善才不干了 组织人攻城 在攻城的过程当中啊 可以说是损兵折将 不但自己手下的大将严相师 让城上守军 扔下来的板砖 把脑瓢给开了 身负重伤之外啊 就连随军参赞的 额敏合拙呀 脸上也挨了一泡子 幸亏这威力不大呀 没能危机性命 那也得抬回到营中养伤 出不了门了 就在这雅尔哈善 愁眉不展之际 有一位啊 库车城的元伯克 叫做恶队的 给雅尔哈善献祭来了 他说这个老袁荣啊 我有一计给您说说 不知能行否 他跟这个雅尔哈善说呀 老袁荣您看呢 咱们军中啊 多少的还有一些维吾尔兵 我估算一下啊 咱们带来三百 然后呢 这两天呢 还有一些 我原来的轻随不重 跑来投奔我 加在一起呀 咱们也有五百多人 咱们让这些人呢 脱去这个清军的号坎 换上这个缠回的服装 趁夜晚呢 偷偷的出大营 哎 往哪走呢 往西走 然后啊 回来呀 从这个喀什嘎尔和伊尔枪 奔这个库车城的大路上走 要说呀 从城上看 往西看呢 看出十里地间 没问题 这话对 因为那会儿啊 他也没有这个高楼啊 高大的建筑 阻隔视线 所以呀 站在城楼之上啊 能看的很远 可是这暴土嚷烟的 这城上惹定分不清啊 是我们的人 还是这个大小合卓 所派来的援兵 这样呢 我们再派出一支部队啊 假意的和这支来军作战 哎 这么且打且站的 就站到了城下 等到城内的人出来接应啊 咱们趁乱 一鼓作气 就杀进城中 你瞧我这办法 能不能行啊 这牙耳哈山一听啊 哎 此机甚妙啊 我看没问题 你看现在啊 咱们已经把 城内的水源掐了 并且呢 把这个城也围起来了 可是啊 这城里的人看来呀 并没有惧怕之意 更没有投降的意思 所以说呀 这趁乱进城 这个办法呀 我看可行 于是这二人呢 就分头 各自的着手准备 咱们先说 这领军大帅 牙耳哈山 他先把呀 这个八旗兵 索伦兵 和蒙古旗兵啊 这些主将啊 召集到了一起 给他们开了个会 带到这个库车城的守军呢 出城 与这个甲元军会合之时啊 趁乱就往城里杀 要求就是呢 喘气的呀 是一个不留 这帮人下去以后啊 又把这个绿营兵的提督 传上来了 让这个领军提督啊 带着一堆绿营兵 在库车城西边的大道上 就假意啊 拦截来犯之君 一定要做到啊 且打且退 哎 往哪儿退呀 不是啊 往咱们清军的大营退 是往这个库车城的西门方向退 部署完之后 这员汉将啊 也领命前去准备 说完了这儿啊 咱们再说说这个恶队合着 这恶队合着呀 找来一位心腹 让他呀 带着这个营里边的几百维吾尔人 脱去这个清军浩坎 换上缠回服饰 连夜出城奔西 伪装成啊 这大小合着 来援助这库车城的援兵 次日天明啊 再往回走 当然了 肯定是啊 走大路奔着这个库车城西门的方向 然后啊 与这个阻阁之兵假意交战之后 洋装兵败啊 就奔着这个库车城的西门跑 片开城以后啊 趁乱杀入城来 就在五月十七日的时候 这几百名回兵啊 换上了这个服装和旗帜 在往西的大路上啊 几十里以外呀 已经准备好了 到了十八日早晨呢 今天呀 是个大晴天 响情博日的 站在这个库车城城头啊 往四歪看 看出几十里地 不成问题 这天时地利都有了 那行动计划开始 这群残回兵啊 就稀里呼噜的 往库车城西门方向进发 被这个清军的哨卡哨兵啊 发现之后 哨兵还假意的快马 飞奔大营禀报 城内是一声号炮啊 杀出一哨人马 是前去拦截 这会儿啊 八旗兵 索伦兵 还有这个蒙古旗兵 在这个库车城西门以外的 一片沙枣林里呀 已经埋服好了 就等着这西门一开呀 里边的人马往歪一冲 前去救援这支援助部队 这帮人呢 可就要趁乱望里攻城了 哎 这戏呀 做的是挺足 西来的这对残回呀 和这个汉军八旗 在大路上啊 两军队员是开始假意作战 当时啊 这大路上啊 不铺石头 哎 更没有板油马路 所以呢 这人马一来呀 好家伙 暴吐嚷烟 在城上啊 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这帮人忙活了半天呢 只见这库车城上啊 确实也是惊奇招展的 号角连天 远远的看见这个西门啊 这个城是开门了 可是啊 一 没见这个吊桥放下 二呢 也没见那个城内守军出来 直到这城外好几千的演员呢 都已经跑到了西门以外 这吊桥啊 还是没放 并且呀 只听窟窿 哐当一声 这城门呢 还棍上了 这功夫儿这恶队看了看雅尔哈善 雅尔哈善呢 又看了看恶队 这恶队问呢 说大元荣 城上这是什么意思啊 雅尔哈善说 这还什么意思 这很明显 这计策呀 让人看破了 不是 就这么着呀 这好几千人 折腾了大半宿 加一天 结果呢 这计策饶没成功 还让这城上的守军呢 着着实实的嘲笑了一番 走吧 回营吧 再往前凑合呀 人家城上可就开枪了 稀里糊涂啊 这几千人可就回到了大营 到了大营之后 这雅尔哈善 在率仗之中坐定 哎 琢磨啊 那无论是胜还是败 怎么着 也得写奏报 给乾隆皇帝说一声 这雅尔哈善呢 本身就是文臣出身 善于玩的就是文字 他给乾隆皇帝 这封奏报啊 大体内容 无非就是这么几点 其一呢 先给这乾隆皇帝 介绍了一下 这前方战场的情况 哎 他不敢说瞎话啊 如实奏报 哎 我们到了这个库车城外呀 什么文的 武的 骗人的 全使了 结果呀 人城上人不吃这套 关于工程呢 是毫无进展 那既然毫无进展 那就得找责任了 他把这毫无进展的责任呢 全推到了 这帮缠毁领袖身上 他说呀 这帮人自吹自擂的 全说自个是贵族 到了南疆之后 朕逼一呼 就会有这个旧部响应 结果呀 前来投诚的 无非也就是恶对手下呀 哎 有那么一二百人 皇上啊 咱们高估他们了 这些人呢 实际上都是过气贵族 也没什么真正的影响力 哎 这是其一 那么再者呢 就得说说这个 额敏合着 这额敏合着 这老头啊 年纪六十多了 他看自己呀 和这些缠回的领袖们 招降不行 于是就急了 亲自带人去工程 结果还受伤了 那他说这些话 是什么意思呢 他首先说呀 招降不成 不怨我 哎 冤这帮缠回的领袖们 是他们威望不够 其次的意思是说呀 这额敏合着受伤 这事跟我没关系 是这老头啊 死起白咧的往上冲 并且呢 虽然六十多岁 但是身体很棒 哎 受了伤之后 生命也不大碍 这事您也不能埋怨我 最后啊 他还跟这个乾隆皇帝 阐述了一下 他对回不用兵的意见 他说呀 什么招降啊 没有用 因为这个额敏合着等人呢 就不是真贵族 所以说呢 也没有什么说服力 不能招降 其次呢 用计呀 我看也不行 这南疆缠回 实际上啊 狡猾着呢 用计呀 我看就别想了 必须呀 得是大兵压境 来处理此事 他的意思是说 解决南疆诸事啊 也只有武力解决了 那这乾隆皇帝 是何其聪明啊 接到这封奏折之后啊 一眼就看出来 他这个当家子爱心觉罗雅尔哈善呢 明显是在甩锅 可是呢 这雅尔哈善 作为这个统军大帅呀 在外远征 也不能过于深斥 于是他也只能是好言的 安抚劝告 首先说呀 这个贾旺族 贾贵族 这些话不能说了 这额敏合着也好 玉宿府也好 还有啊 那些帮着你来的城主伯克也好 据我调查啊 都是南疆资深的贵族 至于帮得上忙 帮不上忙 那还得看下对方是如何想 城内守军不投城 你不能都埋怨这个招降的 你的话呀 完全是破坏团结 以后不能说了 你作为主帅呀 岂有同为大臣 而听其舍身攻城 不行劝阻之礼 皇上这句话呀 就单指额敏合着了 你不能总强调啊 这额敏合着受伤啊 跟你没关系 你是主帅呀 并且同朝为臣 他舍身忘死的功成 你得劝着点 怎么能让指挥官去冲锋陷阵呢 并且随着这道旨意啊 还有一封嘉奖令也发到了前提 这是嘉奖着额敏合着的 哎 他赏这个额敏合着 御用荷包一个 银一千两 并且嘱咐啊 你是镇的骨功之臣 以后啊 不要再亲自上阵去砍人了 这样以免过于危险 从这君臣二人的奏折停记 一来一回 我们也能看得出 这雅尔哈善呢 确实也不是什么帅才 难怪呀 这爱心觉罗昭莲 在评价 这位雅尔哈善的时候啊 是这么说的 据笑亭杂录所在 雅固书胜 魏贤将略 唯听偏僻等出色 令不划一 这意思就是说呀 这个人呢 没有什么真本事 是个书生 不懂军事谋略 所以说呀 只能听这个手下将领的主意 可是将领不是一个呀 这个出主意呀 他觉得有理 他就听 那个人出主意 他觉得有理 他也听 所以导致是政令不一 要说这雅尔哈善呢 从那个派一支部队 假扮大小合着的援军开始 就算是倒霉起手 哎 你不是总是想演援军吗 没过几天 这援军呢 那可就真的 杀到了